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抱歉 刚刚这个录音没有打开 惭愧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井的部分 马上自己谨慎就没过关 所以井还是重要 井慎为保家之本 那我们前面一起交流 入则孝 出则涕 这个都算了 为人子 为人晚辈之礼 这个礼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我们这一代人 甚至以后 这一两辈人 其实对礼的熏悉 相对就比较少了 而礼 我们看 论语当中告诉我们 不学礼为利 人格立不住 甚至在人群立不住 李平南老师 编了《常理举药》 可谓用心良苦 李老提到 学《常理举药》 希望我们能够做个不被讨厌的人 所以假如常理举药不学了 那就很难不让人生烦恼了 我们很多地方得罪人 失礼了 自己不知道了 所以礼义是做人的标准 准神 这个不能不学 礼记也提到了 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 道德仁义是比礼还要高的修养 但是不在礼的基础 道德仁义学不上去 孔子教学 博学于文 但落实还要下手在 约之以礼 孔子是智于道 聚于德 智于道那是大学之道 那是智觉 绝他的 大道 要聚于德 得是执心 念头稍偏 要警觉到 这个聚就好像拿个拐杖 医杖 聚就是医 医词 医杖 身体稍微歪了赶紧把他扶正了 这用佛门讲的 不怕念起 只怕 厥词 那要医于人 心偏 最重要的就是有私心 所以 医于人 想到自己 想到别人 替人考虑 出发点 都是人 这个医 从这里生 用现在话讲 出发点 那假如出发点 都是人 那这个自私自利 就慢慢淡了 所以 俗话说的 念念为他人着想 是世间第一等的学问 所以学问不是学历高 这个我们要重实质 不是重外在的表象学历 我记得自己刚到海口 回到大陆 常常遇到很多长辈 都是六七十七八十 在跟他们交谈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哎呀 我没有文化 我当时听了都别扭 我觉得他们很有文化 他们很朴实 很勤劳 很肯付出 这个都是有文化的表现 后来 我跟他们提到 我说老人家 你是没有学历 不是没有文化 我们是有学历 但是没有文化 你看有文化 真的 真的 表现在哪 一举手一投足 替人想 不给人难堪 言语都给人家台阶下 我记得一个同事 他提到他的奶奶 在除夕夜 煮水饺 在一年当中吃不到几次了 那第一盘水饺 做好了 交代他 恭恭敬敬 端到祖宗 神位前 不可以托吃 他就乖乖的 赶快端过去了 第二盘 煮好了 端到 去给 村子里教书先生 他赶快恭恭敬敬 端过去了 我听完这个很震撼 我说你看两个动作 把座人的大根大本 就传给孙子了 第一盘 圣宗追缘 孝道不忘祖先 第二盘 尊重老师 孝清尊师 都在老者的举手投足之间 在教育 那当然 我们也要问问自己 我们现在当父母 当老师 举手投足之间 有没有把文化再传递呢 师长老人家常说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呢 假如我们 实时 都以仁爱心为出发点 真心为出发点 相信 我们的孩子学生 一跟我们接触 他的善根就触动了 就像 我们自己回忆父母 的一些点滴 像 成德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提过的 回外婆家 结果 结果司机呢 不小心自己 开的 有点掉到水沟了 那个排气管 有一点故障 那这个 以责任来讲 算是他开车不小心了 但是到了外婆家 母亲又多拿了五百块 当时候五百块不算小 母亲那时候做这些动作 她根本也没想 我做给我儿子看 做给孩子看 没有 做得很自然 没有一句言语 奇怪了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都记得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父母 发自一种替人想 发自真心 其实孩子 都会记得很清楚 包含我父亲 当时这一笔钱不小 他的同学 给他借的 结果后来 失败了 那对我们家来讲 很大一笔钱 我母亲说 你不能全要回来 要一点走可以吧 爸爸去了 后来回来了 我 这个我都有 记住啊 在现场啊 我妈妈 有没有要到啊 我爸爸停了好一会 就说了 他们家孩子 连学费都叫不出来 啊 我又给了他五千块钱 啊 欸 我们当时候 在旁边听到这个话 都很感动了 所以也有句俗话说呢 孩子不用管 全凭德行感 当然这一句啊 大家不要听偏了 一听孩子不用管 从今以后 一句话都不说 这是形容 有时候形容的时候啊 会比较加强 加强 某个部分 但是我们听的时候 不要太偏 偏了 一意不一语啊 佛讲的四一法 这个很重要了 所以 这个 礼教啊 很重要 做人的基础了 所以 孔子博学于文呢 广博学习啊 来 约之以礼啊 从礼下手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 赐于道 拒于德 依于人 还要由于义啊 学这些技艺 出发点是什么 学这些能力啊 更好的服务人 一个出发点 人 你假如说 学这些技艺啊 以后 你可以炫耀啊 学的这些技艺 哇 你以后考试加分啊 你以后 这个可以赚很多钱啊 这个在出发点上啊 你把钢琴学好 你把钢琴学好 书法学好 你以后可以赚很多钱啊 这个在出发点上啊 他引导了就不是很妥当啊 动机不对了 这个果不会好啊 哦 佛门提醒啊 因地不争 果遭于蛆啊 我们看 好 礼乐色欲叔叔 这六亿 驾车要学啊 因为可以服务人啊 你有这个能力啊 而且这个驾车 要驾得好不容易啊 要时时替人家考虑啊 哦 你驾车的时候 转个弯速度太快了 后面的人 吓了一跳啊 哦 你踩油门 踩得太重了 坐你的车 十五分钟 对不起 可不可以先停一下车 人家为你的东西都翻出来了 哦 哦 我真的有长辈开车啊 骰刹车啊 没有考虑车上的人啊 啊 结果这个 有一次要出门 啊 这个小朋友说 我不做 哦 这小朋友比较 童言无忌啊 是吧 他内心的感受 他会搅出来啊 我们大人还得撑一撑 嗯 哎呀明天要坐他的车了 得先试一下这个 呃 晕车药 哦 哦 哦 所以这个开车也是 用佛门讲啊 内才不思啊 哦 哎 其实啊 开车当中啊 也有法不思啊 你看 开车很守规矩啊 不乱按喇叭 你看给孩子表法了 哦 我开车不按喇叭的 因为我父亲也不按 哦 甚至于想到父亲都是那一句 再快啊 也没有快那五分钟啊 哦 就不急躁了 哦 哎 无微不思啊 你开车很稳啊 人家不担忧 不紧张 哦 就是无微不思了 啊 啊 开车很守规矩是慈戒啊 开车的时候很 很有耐性啊 塞车的时候 塞得好啊 我们可以听听 可以念佛 不着急 哎 就是忍入啊 啊 越开越好啊 叫精进啊 啊 开的时候专注啊 心不散乱 这跟禅定相应啊 啊 开车的时候知道啊 也是修行啊 嗯 这个人见地不简单啊 哦 有些人开车开得很急 哎呀 我要赶快急着回去 啊 哎 上课了 啊 急着回去念佛了 你看 当下心 没有在道中了 嗯 所以修行要得利 是随时能安住当下 才能得利 你寄望于未来啊 那 这个心就不能安住当下了 道业者不可虚于利益 当下就 要用对心了 哦 哦 哦 所以六度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生活 啊 就是我们一举手一头组啊 啊 用真心的当下 可能六度啊 都在其中了 哦 哦 所以师长那一句 佛法就是生活啊 哦 哦 那真心 慈悲仁爱就是真心 哦 哦 哦 那真心 哦 哦 这个 孟子啊 讲到了 人 术 哦 术 是技术啊 啊 技能啊 哎 孟子比喻啊 让我们很容易体会了 哦 哦 比方说这个人呢 手艺非常精湛 但是他是做毛的 他每天都想着啊 哇 要做得多锋利啊 啊 可以 让人致命啊 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做盾的 他每天就想着呢 怎么做的呢 能够保护好人呢 你看 同样都是 技艺超群啊 可是他们得的结果 完全不一样啊 哦 那个毛啊 我看得 剁到地狱去啦 他每天想着 怎么更好的杀人呢 哦 那个盾呢 每天想的都是怎么保护人呢 哦 那他应该有好地方去了 哦 所以这个 鱿鱼艺啊 也是为了更好的医于人呢 哦 那要医于人呢 有很多能力啊 我们才帮得上忙啊 哦 所以李炳南老师啊 他是非常精湛的中医啊 你看多好 哦 哦 所以 现在假如小朋友啊 对中医有兴趣啊 哦 我们都 大力鼓舞他 勉励他去学啊 哦 学了中医 你看人生啊 什么最苦啊 我的观察呢 病苦 哦 因为我们也见过老人啊 还没生病的时候啊 担心儿子啊 担心孙子啊 每天 念着都是这个 哎 结果自己生的重病啊 很不舒服了 都会念着这个身体啊 哦 子孙念的少啦 嗯 哦 哦 所以这个八苦当中啊 这个病苦真的是很难受啊 哦 那当然我们 知因果啦 知因果啊 无微不失啊 得健康长寿啊 我们要多失无畏啊 哦 所以 要无微不失啊 也要学 常理举药 哦 这样不会让人生烦恼 哦 那 哦 这个 智于道 聚于德啊 依于人 哦 由于义 哦 这个算 孔子 用一句话呢 把传统文化的纲领啊 说出来了 哦 那我们要依孔子的教导啊 来学啊 素而不作啊 哦 你夹了自己的意思了 那不是跟孔子学的 那不是跟老和尚学的 老和尚也是学 孔子做幸而好苦 好 那要由于义啦 下所处啊 那六义当中又以礼排第一了 那哪个礼先学啊 为人子之礼啊 我们前面的入则孝出则涕啊 没学 那所有的学问啊就没有根呢 没有根的花了 几天就谢了 林哲学先生的实无意啊 讲得精辟了 父母不孝奉神无意啊 为人子要先学怎么侍奉父母啊 大家不能小看这个学理的重要了 尤其我们是要学道 学道啊 最低标准呢 是要出轮回啊 不能再搞轮回了 而且不出轮回啊 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要出轮回才能离已究竟苦啊 得究竟乐啦 那 这个要出轮回啊 我们一定要学会做人 人不会做啦 那我们种下的种子啊 是三恶道的种子啦 因为我们把人格给丢掉了 人道就隐啊 三恶道就慢慢献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不能不重视啊 你看现在的花豹啊 比以前的严重很多啊 我们看以前的人走啊 半夜睡着睡着就走了 现在 不容易听到了 所以代表什么 现在人照夜太多啊 夜暴都提早现前了 哦 所以人间的三恶道啊 现在很明显啊 所以 弘扬 五轮大道啊 这个很重要啊 你弘扬大乘佛法 没有这个基础啊 他学不上去了 哦 印光祖师讲啊 士有大乳啊 士有高生啊 他没有儒家做人的基础啊 他要成为高生是很难的 那林哲学先生本身也是佛弟子啊 哦 所以他讲呢 父母不孝奉神无义了 你去拜神佛没有用了 神佛教的 实在讲呢 我们怎么得福啊 依神佛的教导去做就得福了 你拜不去做迷信了 如理如法才求得到福啊 啊 兄弟不合 交友无义了 这个都是基础啊 不然他不会做人了 行指不端 他没有学理啊 读书无义啊 书都白读了 我们以闽南话说的 读书 打到嘴巴这边上去啊 有同学说的 我们闽南话挺好听的 而且他们学文字学呀 得要用这种 这个古英的 才比较容易分辨 所以有时候来两句啊 大家当文字学学 而且这些礼语啊 真的都很有人生哲理啊 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的人生智慧阅历啊 传下来的 传下来的 那礼啊 这么重要 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 不能不教啊 你不教啊 对不起 后代啦 人要 人要 不愧父母 不愧兄弟 不愧妻儿 君子所以宜家也 这是我们对家的本分 那礼秉然老师用心良苦了 那礼秉然老师用心良苦了 一般呢 朝代更替之后啊 都会做 智礼作业这一件事 但民国啊 这件事没有做了 那上面没有做啊 那礼老 也是 从下而上啊 当然比较辛苦了 从上而下 从上而下比较容易了 因为你在上位 你有地位 你有权利 你要做这个事就容易了 但李秉然老师也给我们表演了 未卑未感 忘忧果 带头 变成长离举药 不然人真的不知道 做人的 应对 进对的分寸在哪里 离者 离是截 截度啊 不能过 不能不及啊 恰到好处啊 比方现在 鞠躬里 最近三鞠躬里 你呢 两鞠躬 显得傲慢了 四鞠躬 显得惨媚了 哪里好度啊 那很难得 因为教育啊 少臣若天心 越小越好 最好啊 从胎教 从小 那假如进了学校了 那从幼儿园 那从幼儿园 开始最好了 我们 红人幼儿园 沈真秀老师 他们有在教 常理举药 今天也难得 我们地词规 就是礼啊 好 我们也请陈老师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教学经验体会 好 我们掌声欢迎 亲爱的法师好 请问知道听到声音吗 可以 请说 各位学长好 阿弥陀佛 墨学在这边很想要分享 就是 在红人幼儿园 目前我是任教大班老师 那我觉得看到一个团体里面 大家一起 为了师父上人 然后能够传递这一条龙的教育 那我也在这边要想要观光念恩 就是 王理事长跟辅总干事 也常常来 红人幼儿园来观爱亲师生 那小朋友看到两位爷爷 然后长者也非常的欢喜 他们就会看到 然后就会 站好手结印 然后鞠躬就说 也好 那我觉得在两位长者的身上 也看到他们的慈悲智慧 医师 然后立他的心 那就是我们也会开会 然后两位长者就跟我们一起开会 那像那个胡总干事也会 带领我们学习 师父上的养症教育 然后有一些好的书 也会希望我们能够落实在幼儿园 就像长年举药 他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在幼儿园 能够真的落实 那孩子从小在品德这个方面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然后所以呢 长年举药他是 对孩子来讲 他是非常 就是他怎么样把他简化 然后让孩子能够理解 那就是要透过我们 用不同的方式 来进行 那刚开始我们 原长老师 我们就来讨论 比如说刚开始我们会进行 长年举药第八个就是 成婚定型不厌期 然后我们就三位老师 就会讨论说 那我们可以用一种 就是直偶的方式 演戏的方式 让孩子看 那孩子也会 看完之后 当然是孩子 也是多少会理解 可是呢我们后面 又想说 那我们可以做演戏的方式 比如说那个 尊师重道求学问 就是像我在大班 我就让孩子说 能够演出来 让大家 让弟弟妹妹看 比如说我们就是说 让孩子能够 怎么样读经的礼貌啊 怎么拿经书 这些最基本的 然后上课呢 就是老师请我再发言 好 就是说不是我 我想说就说 要记得要举手 然后再回答 就是一种一般 就是能够做到这些 基本的礼貌 然后之后 我们又老师 就会集市广义 又讨论说 怎么样让孩子 又落实在生活中 就变成一个生活的口诀 然后老师就开始 就大家就是来想说 用很简单的把它简化 比如说夹菜用公块母池 这里面的文字 其实一些条例 然后对孩子来讲 是觉得不太容易理解 然后我们就会 就说老师就想说 我们可以就是用口诀 就是说使用公块母池 安心幼卫生病毒远离我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就呈现出来 然后像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去理解 然后就会做一个 每个月做一个全演性的活动 然后就孩子 孩子会坐着 然后老师在前面示范 就是每位老师 都会轮流来承担这份工作 那示范之后 也会请小朋友 一起来演出 或是请小朋友出来示范 然后老师也会透过影片 比如说这个影片看完之后 哪个是对的哪是错的 然后就会举牌 对圈或是差 那孩子会很容易参与 而且会落实 在生活中 不只在学校 他回到家 怎么样去做 比如说我们鞋子怎么排整齐 在鞋柜 我们就是要把它排整齐 然后漂亮鞋头 是朝外面的 这种 这种礼貌 那家长会 会鞋 家长也很配合 会拍照 然后让我们呈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做的 我们会 下个月就会 就是有照片 孩子怎么做 不管是在学校或在家 然后就会拍照出来 让大家看 然后每一班就会分享 那小朋友就会期待说 啊我出来了 我在里面 对然后就是说孩子 真的是在做 像今天就是有个小班老师 我们是每个老师会轮流 那小班老师今天介绍的是 他人信件不取看 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的口诀是 孩子有礼貌 别人物品不乱动 就是弟子规的说的 用人物虚名求 躺不问即为偷 然后老师就会跟我分享说 他早上交完 那孩子真的看到某某人去 想去拿点东西 然后他就会跟他说 用人物 因为他小班 就是马上就会 这句话就出来了 对 我觉得孩子真的在吸收 然后出来就说 我们衣冠 然后出门衣冠求诊节 他们上完 就是从禁房出来 他们就会照照镜子 哎我的衣服有没有穿好 对然后不管说 他们会不会折衣服 或是说怎么样 把他至关股有定位 就是真的会落实会做到 我相信孩子在学校老师有教 孩子回去一定会做 大人也会跟着看说 哎我的孩子真的有进步了 然后孩子真的会 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 落实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等流习性了 对 我觉得从小真的是很重要 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都很想 在孩子这个三岁嘛 看 就是看80 六岁看中生 就是让孩子说 从小真的会奠定这个好的基础 那红人幼幼园呢 其实我们在粉丝 那个专业 那边都是会 破一些 就是我们一些活动 都会在上面 然后像这个部分 那孩子就是变成一个生活上能够做到 像我们的 我们说那个 用餐里移须注意嘛 那他们生活口诀就是吃饭不说话 饭菜吃光光 细嚼慢咽最健康 我觉得是有押育 然后孩子又会狼狼上口罩 那出门一关求整理就是衣服穿整齐 出门人能爱 其实就是孩子来对 不管是从幼幼班到大班 就孩子能够 能够真的是很容易就会能够理解 那孩子 我觉得孩子就是需要是每天 这样子一点一滴 然后我们去做 那孩子就是慢慢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那我觉得常理举教就是 你本来教授呢 就是在就是 启蒙的 认识启蒙的教育 然后他就说蒙也养正 胜功也 那孩子其实他们透过这样子 不管是从读经的部分 或是从常理举药各方面 我觉得就是很赞叹我们团体 很愿意就是 就是能够印这些书 然后给大众去用这样子 像我以前没有在 还没有来红冷幼冷之前 我也是有在一些宗教团体 也是有读经的学校 然后我是在这边才接触 圣学更知根里面有像那个 增广贤问 然后我们大班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会教 百校师啊 增广贤问 然后幼学穷敏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有些真的我自己也不懂 那我觉得说我也不懂 就是不要去解释 我也不用去说 我就觉得孩子就是背 老师背 那我觉得说像幼学穷敏这个部分呢 我也想请义法师 墨学想请义法师 比如说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幼学穷敏 我们就会像我们读经都有一些大字报 那幼学穷敏这本书呢 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 让孩子能够去读 那我试大一点 那他在 这本书的在 中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 他主要是在卷一 我们只是让大班这个学习才开始念 就是开始读这本经书 然后卷一这个部分 他里面有包含天文地语啊 时序啊 统戏啊 还有朝廷相有 降月啊 文阶或武制这个部分 然后呢 他是在那个 我们这本书的五十二页嘛 就是有讲到那个 上次那个 上一个那个结议是清明嘛 然后就讲到说 冬至百六是清明 历春五玉 唯春色 寒时是清明前一日 初福是夏至第三更 然后现在要讲到 下一个礼拜是中秋 来到端午节 然后我们就是会 就是里面也有 梦下乃是麦秋端午 却为普节 六月六日 节明天旷 五月五日 续界天中 进度端阳 吊曲原之逆水 从酒登高 笑环景之必栽 像这个部分呢 详情义法师弟子 其实有些真的也不懂 然后我只能教孩子 这样子背诵 然后跟个孩子 一起背 可是也很想 了解里面的意涵 所以我想 请法师 如果能够有时间 可以再说 再开识这个部分 那弟子就想说 今天真的是很想去分享 因为法师之前也有这样 那个弟子归有想到 我就想说百孝师 我没有在背里百孝师 那孩子真的像有五彩于青 就是这个部分 然后孩子回去就是看完了 那他们就是那个老来子 他回去真的就是这样子 做那个很可爱动作 取悦父母 我就说你真的回去有做吗 他说有 你怎么跳 他就这样 就这样子摇给我看 然后我觉得说 诶真的孩子 其实真的 我们在一言一行 真的很重要 孩子都在吸收 当然我班上 现在有个过动了 其实我也是 在让我学习的功课 那其实他很聪明 这个孩子很聪明 我觉得说每一个孩子 都是一个人才 只是真的要因材施教 对 因为他常常就是发问就是他 然后问问题也是他 回答也是他 他真的很大方 然后很愿意 然后没事 但是我像我在插玻璃 他就会几个大拇指 他就会鼓励我说我很棒 因为他就鼓励说孩子 你很棒的大拇指 所以他也会这样子跟我做动作 那像我们今天讲说 诶什么是 诶那个 像常理一样说 他人信件不取看是什么意思 老师就问说 就是不能随便 没有经过同意 不能看别人的东西 他马上就会这样子反映出来 对啊我觉得每个孩子真的很棒 因为老师也很用心 真的 园长老师很用心 每次一个活动 他们都真的是经过很多老 就是老师一起开会讨论 然后我们才是出 让孩子能够去学习 那孩子觉得他们学起来也很快乐 对那像时候我就进行当午节活动 他们也是非常快乐 我们还做那个端午竞赛的活动 对然后介绍一些习俗 那我觉得孩子参与度也很好 他们很愿意学 对那我觉得老师一种使命 那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 师父上人 就是我有 就是有一个视频啊 就是播放器 这个是之前那个 胡总盖司那里的市长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能够轰能幼儿园小朋友 毕业能够直接到轰能国小 然后他就鼓励家长说明会 那参加的家长他就有一个视频播放器 跟家长分享 那地址就是有 莫学就是有看到里面有一段 我觉得很 就是很感动 师父上人是在2018年5月4号 在台南极乐寺 然后他就有讲到 师父上人就开始说 咬紧牙根承担使命 这一段这个文章 然后就是讲说盛学根之根 这就是小学的教材 小学六年就是学这个东西 然后呢那是 然后这是根深蒂固 将来呢大汉学家真了不起 那人人就是一个机会 然后这个机 有人这个有了这个机会 家庭重视他就学了 有些人没有没有经过 有些人把这个呢是 看在眼里 没有把这个看在眼里疏忽了 年纪大的时候想学了不及了 所以师父上人说好真好 我觉得这是全民的教育 然后呢 后面有讲说勤学制要 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殿下 然后这个教材呢 是大唐盛世三百年了 经过考验 这个教材有多好 我们何必去再找教材 所以我觉得我们红人幼儿园 这一条龙最基本的教育 我们这么小的孩子很有福报 就开始学圣学根之根 然后他们真的记忆很好 我跟他们背书 他们背的比我坏 真的他们在背 我跟他们一起在背 然后我说我们就很不同的方式在背 接龙啊 或是说我们来来比老师先背 然后你们再来背 我们就会用轮背的方式 然后呢 师傅上又说呢 现在呢这个社会风气呢 就是潮流一定要知道 现代人的思想行为 带给这个世界是灾难 还是潮流 那个这个风气 我们要有决心 要有坚定的方向目标 我们来干什么的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有使命 什么使命 就是拯救传统文化 拯救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一代一代五千年 今天来到我们来承 到我们来承担 我们能够有决心 把祖宗的东西传承下来 然后呢 发扬光大 这是无量功德 真正发这个心 干这个事 不管什么样的艰难 我咬紧牙关 我也要 咬紧牙根 我也要干下去 祖宗保佑你 佛法生三宝加持你 绝对不会走到走投无路 不可能 好 以上就是弟子摸选的分享 那以后有机会再做分享 好 感恩师傅感恩 学长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神老师的分享 相信阿弥陀佛 相信阿弥陀佛 我们在听的过程 也很感动 也很有启发 尤其阿弥陀佛 神老师最后跟我们分享一段 老阿弥陀佛 2018年的教诲 师长虽然远急了 他老人家法身设立 常驻 而无量寿经也告诉我们 于此中下而限灭度 所以老人家是法身常在 法身是一切法 都是我的身 所以老人家回归法身 骗一切处 我们提起他的教诲 他的加持就同时到来了 所以三个根本 善失是加持的根本 所以时时跟我们在一起 那老人家 体会到自己身为中华儿女的使命 要咬紧牙关来承担 那我们以失智为己智 每个人都要承先起后往 既往开来 李秉兰老师也送给我们 一句法语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而且我们教学 教学相长 我们看神老师很多笑容当中 都是讲到孩子带给他的 孩子的天真 孩子 这个 讲了就去做 孩子心也很柔软了 老和尚强调家文化 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个世间 智慧的指导 因为以前的家是大家族 现在 中日抗战之后 整个我们社会 这个大家族慢慢都少了 很少见了 但是家是一个人成长的环境 人成长是需要敬教的 那现在缺乏这个禁教了 那现在缺乏这个禁教了 所以我们看 下一代的素质 很明显 在下降 老和尚开了一个 庙方 以前的家是 血缘为纽带 现在呢 企业团体 为纽带 这是很高的智慧 我感觉 以前 遇到这个世界 社会的事情 往往都是 哎呀 没办法 好像只是看着他 继续 往下动 可是遇到老和尚之后 好像任何问题 他老人家都有 方法可以 解决 可以对峙 我们很有福报 跟着大智慧大善知识 但是这个良方 怎么自利利他 我们 落实了 自利了 落实了 要做表率 别人看着感动 也来效法 就是利他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学校 领导们 老师们 像一个家庭一样 你看领导 胡总他们去了 他们是爷爷辈的 这小朋友 看了 爷爷好 那 这个就是一个家文化 老 老 中 清 三世代人 这些孩子在哪里落实 就在 我们的互动当中 包含 同事之间 都是一个团队协作 不分彼此 一个人交 有时候会感觉孤独 一群人一起来准备 那真是 这个 越切磋 越来劲 探讨的不亦乐乎 你看吃饭 一个人吃 比较没有味道 一群人一起吃 感觉比较好吃 就是一种氛围 那我们看到 那么小 我们就教他 常理举药 跟着跟 这个就是 静于未发 孩子没有坏习惯 之前 我们把 正确的 好习惯交给他了 这是预防法 孩子 养成这些习惯 有正气 用中医 用医学的角度 叫免疫力 正气 唇内 邪不可干 我自己都觉得 我假如小时候就是 读 红人幽儿园 我应该出高中 不会染污那么多 我不会排斥这些 教诲的 因为过去生 应该有学过 但是来的比较 太晚了 那我们看到 孩子们那么小 就可以 遇到 我们把人生的遗憾 转成一种 愿力 全力支持他们 烦恼一转 就是菩提 就是愿力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什么事 心里还闷闷的 还烦恼 赶快转 那当其可之未实 你看理济学济在哪里 就在我们每天的教学 生活当中 当其可 清明节到 当其可 端午节是下个礼拜 那这里要先 致歉一下 刚刚那一段我也没学过 但是呢 大家可以啊 比方说三明书局出版 哪个出局出版的 格言联弊 白话节 这些书啊 陈德有观察了一下 都是四九年 过来的那些 学者啊 他们留下来的 都很有文化的功底的 都可以参考啊 那 经典呢 我们说不用讲解 背语就好了 那这个我们也要 依义不依语啊 这个义当中呢 因为读经啊 它修定的 专注的念 那时候不用讲解啊 你比方中庸 这些句子啊 论语 这些 都是啊算 文言文比较深的 你 可以以背语为主了 但有可能 生活当中 也会发生 好像跟这些 句子 比较相应的 你看 你看看孩子 在召集的时候 你跟他说 欲数则不达 你看你太快了 太急了 你看东西摔坏了 刚好有那个 机缘的时候 不然你跟他讲 天命之卫性 那太深了 什么 盛学根之根啊 那都比较是 生活教育 那这个可以 当即可 刚好那个机缘 可以给他讲解一下 随时啊 给他讲解 他印象深刻了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那突然有一天 他去撞到 这个这个墙角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提出这一句来了 他可能就记忆深刻了 或者 这个 春学旧语啊 好像有提到这一点 这些 很浅白的生活教育啊 都可以 适时的 引发孩子 的善根 那这个当即可呢 也可以是 重复提醒孩子 像刚刚 神老师举到好几句 常理举药 那这些句子啊 那这些句子啊 不要碰人家的东西啊 人家的性你不能打开来看啊 要用公块母词啊 这些情境 可能你教完之后 都会再出现 这个时候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啊 他的印象会更深刻 而且有时候会有新的同学进来 新同学 教一遍 教一遍 旧同学 复习一遍 重复提醒 重复学习啊 对现在的人来讲 对现在的人来讲是蛮重要的 科学家实验啊 要二十一次才记得住 那不灵结而失之啊 之为训 叫循序见经 那我们老师们很可贵啊 常理举要这些句子 可能孩子 这些词啊 不是完全能理解的 他们就用小孩 一讲就懂的口诀 让他们记住 这个就是不灵结而失之啊 随时能感受到孩子所能理解的 然后 用这些口诀来辅助 这个其实就是在落实大乘佛法 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我们的心随时可以去感受到 学生的状态 所以知其心 然后可以掌其善救其失 因为教学要弃理还要弃积啊 就符合他们的程度就是弃积了 那相观而善之为某啊 他们用的教学手段 也很灵活 同学可以表演 这些句子上去表演 那这同学做得很好啊 他们就会相观而善 而且用戏剧的手段呢 人记忆也会比较深刻 所以老和尚体会到这一点呢 請尤本昌先生拍了凡事训 请王导演拍了《余静异工》 《遇照神记》 用戏剧啊这种艺术的手段呢 来教化 好 所以这个礼记 学记这些教诲 其实老师们很用心的手啊 都跟这些教诲是相应的 那 刚刚沈老师 也有提到 他班上啊有个郭栋尔 那我们面对这些孩子呢 其实真的教学相长啊 他练我们的心啊 练什么心 不要若他们犯错啦 或者 哎呀他就是过动额啊 就不要落这些印象 落得越深啊 我们就可能戴有色的眼镜啊 看待这些孩子了 我们刚刚说 可能我们用真心的时候啊 普贤十愿就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 不要去给孩子贴标签 你看你一贴标签啊 孩子就觉得 我是这样的人啊 哎呀我有强迫症啊 我有忧郁症啊 一直在落那个印象 这个对他 不一定有益处了 我们也见过啊 生出来可能呢 不是很完整 但是他的父母呢 就把他当正常人一样对待 哎 他的心里啊 也是健康 那 这个是礼静 我们呢 都相信啊 每个孩子有佛性啊 有本善 我们有这样的心啊 特别容易 触发他的善根 因为我们的心呢 会展现在我们的眼神 孩子可以感受到 甚至呢 我们的一个肢体语言 拍拍孩子 抱抱他 都能传递 对他的信心 信任 在礼静诸佛 孩子好的表现的时候 称赞如来 他的肠啊 就在我们的称赞当中啊 不断增长了 那当然 比方说孩子现在是 诊断是过动的情况 他是一个结果 那我们要解决问题啊 得从音上下手 我们当老师啊 培养这样的 分析能力 甚至于在课程当中啊 也可以常常运用 从音推果 从果推音 比方 这个孩子 全班公认的好学生 成绩 得行 我们老师一问 某某同学 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啊 这个就是引导孩子去观察 从果推音 那孩子就越懂得 道理 懂得判断 什么事啊 都没有离开 英国 那我们老师要养成这个习惯呢 无形当中就在表演给 学生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好像成德这一两节课啊 跟大家探讨了几个事例 因为 因为 老法师常说 利是练心啊 我们经历一个事啊 练什么心呢 比方说 练 不及情绪的心啊 练 处处替人着想的心啊 就是要练出真心啊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诶 那一个人经历一件事 为什么能够越来越正觉觉悟啊 其中有一点啊 他经一事长一智啊 他不是经一事还是糊里糊涂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所以不简单哦 你看 过动 是一个果项啊 因在哪 那父母老是能 判断出来啊 那这个孩子改善的速度就快了 我感觉现在了 双管齐下都不够了 现在都要多管齐下了 因为现在外在环境啊 变化太快了 所以要从 身 身体方面 身 也会影响心理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要从理啊 六亿从理开始学啊 离 离 都是一些生活的细节啊 哎呀这些小事啊 不重要吧 哇这个小事里面有大学问啊 因为人 因为人 他在五死节的轮回当中啊 他与生俱来会带来过去生的习气啊 这个习气是很容易放任放纵自己的 那这一生好不容易又投胎做人啊 那继续放纵那 那不是遭他的得人生的机缘了吗 所以佛家要用戒啊 儒家要用礼啊 来规范 他才不会在随顺五死节的西期啊 而且戒根礼啊 它是符合我们的性德的啊 禅是佛心 经是佛言 戒律是佛行 三也是一啊 是借由这些礼仪啊 哎 把我们内心的这个真诚恭敬啊 不断提升啊 你看 在家为人子子里啊 粗必顾反必面啊 现在孩子不学了 小事啊 不学了会怎么样 不学了 他都不会去体恤父母的心啊 他就是很自我啦 你看这些理由啦 他会替人想啊 我出去以前要跟父母打个招呼啊 不然到时候他找不到我多着急啊 离者敬而以矣啊 哎 影响他的心 产生对人的恭敬 那近代喊出礼教痴人啊 真是误了好几代人啊 所以礼老用心良苦来编藏礼举药啊 好 好 好 所以 这个 过动啊 他可能有身体的因素 吃的东西啊 让他不能安定了 好 所以 这个 这个是可以改善的哦 吃的东西能量很好 让他很安定 从身 从心 他成长过程有没有不安定的因素啊 让他定不下心来啊 父母的言语态度啊 这个都有关系的哦 言语本身都有能量的 他接受到的都是安定的能量 当然对他的心灵 都是正面的影响 假如言语都是 有情绪的 称慧的 哇 那这个 这种言语的能量 对他是 负面的影响 我们真的不能小看的 这种无形的影响 我跟大家都提过好几次了 你看 一个母亲动了一个念头 要拿掉这个孩子 根本没有行为啊 二十多年之后 这个孩子突然觉得 妈妈不要我了 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啊 父母的念头就种在 他的心田里了 那才是一段 一小段念头而已啊 你假如父母发脾气的时候 冲着孩子 你看那些种子 会落到他的心有多深啊 可能他都挥之不去啦 这是心理的影响 所以真正爱孩子啊 要掌握情绪啊 才能掌握未来啊 发脾气 解释底底啊 口不择言啊 这个我没见过父母 这么做 一次都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我爷爷奶奶这样 我爷爷不是智啊 可是他 不发脾气的 常常感叹 自己没读书很遗憾 其实他老人家很聪明啊 没读书而已了 但是他不发脾气 这个修养啊 随时都在影响 孙子啊 这个是从身 从心 还有从灵的部分 因为毕竟啊 过去身都有业力啊 过去今身都有业力啊 过去今身都有业力啊 这多管齐下 去帮忙 那 不知道诸位忍者 最近遇到的事啊 有没有 原因在哪里啊 大家不要嫌我啰嗦 提 这几节课都在提这个 话题 因为我们互念自己啊 一定要知道原因出在哪才能进步 我们要互念学生也是一样啊 互念亲戚朋友都是要有这样的判断力啊 慎师明辩啊 慎师明辩啊 要能判断出来啊 我就曾经问 同修了 因为是同修自己 讲出来的话 他说好奇怪哦 怎么这么容易啊 跟家里的人发火 好 好像对一般的朋友啊 同修们呢 也不会这样啊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他还没弄清楚啊 修行要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那他说哎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真奇怪啊 那他下次还会再犯 因为他找不到原因出在哪了 那 诸位忍者啊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而且很容易 对亲身边的人 越清洁的人发火了 诶 那个假如分析分析啊 离我们最近的人啊 照顾我们特别多咧 应该是越感恩呢 怎么可以越 容易发脾气咧 那这不颠倒啊 这个心到底问题出在哪 那 我们集思广益啊 诸位老师 你们觉得原因在哪 你们自己想出来的啊 深刻 别人讲了 这个没那么深刻 好 哪位老师啊 有想到你直接可以把麦克风打开了 一切皆考验呢 看而怎么办呢 好 我讲话你还是可以打开了 好 因为我是看没人讲话 好我得再讲讲两句啊 不然会冷场啊 对境若不是啊 你不知道这个境界问题出在哪 须在从头练呢 好 大家的定功比较强 好 好 好像有老师打开了啊 有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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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成德老师 嗯 嗯 学生呢 学生呢 觉得是一个人的控制心 容易在爱欲当中起作用 嗯 跟家人呢 就是这个爱欲容易起来 所以控制心容易起作用 所以就是 这一旦控制了 对方又不被控制 就就容易发脾气 好 谢谢雷老师啊 感恩阿弥陀佛 他这个分享很 很到位啊 他找到原因了 因为清静嘛 情感深呢 就有请止起作用了 就容易有控制要求 而且在控制的时候啊 还拿了一支大起叫 我为你好 是吧 这个叫 合法掩护 非法 这个非法 就是自己的心念 其实是控制 但是呢 说法很好听 我为你好 所以这个 我们 了解到啊 这个心念不对了 尤其啊这样去做啊 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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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发脾气了 彼此都不欢喜了 甚至于对方啊 就只记得你的脾气了 你为他好的话 他可能比较不容易放在心上了 那 这个我们体会到了 適得其反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要控制他往东啊 他就偏要往西给我们看 所以不要去控制啊 我们要想到我们小时候那个 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啊 那个北风就硬要把他的衣服吹下来 就反效果了 反而太阳啊 放光芒啊 他自己就脱下来了 所以跟最轻的人用身教 最好用身教去带动 哪怕有时候讲话呢 言语柔和 柔和直直色深的 不带情绪 一有控制的念头啊 言语就容易有情绪了 好 还有没有 哎 翁老师有请 我们新加坡的翁老师啊 有请 老师阿弥陀佛 各位家长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学生是觉得 自己控制的要求也是很大 那么在细心的去分析之外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控制的要求 就是因为 自己内心很不安定 自己有恐惧 所以希望通过 嗯 嗯 控制外面的事情 来安抚自己内心的啊 不安 所以就会去有这份要求 那么还有就是自己在言语上面 嗯 没有很好的啊 控制自己的 说话的语气 语调 所以我常常会和孩子造成 嗯 嗯 很大的啊 嗯 对孩子多一些信任 嗯 我就看到我的孩子 嗯 比如他在一次跟 嗯 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 嗯 抽电子烟 那么我的 孩子就问他 那是什么 那么啊 嗯 他的同学就说电子烟 你要不要去抽抽看 那么同时有三个孩子 三个同学 就一起拿着电子烟到他的嗯 嗯 眼前来叫他啊 啊 啊 抽跟他讲 你压力这么大 你抽一下 很嗨的 你会减轻你的压力 可是我的孩子还是嗯 嗯 抵得住这一份压力 他没有嗯 去抽 所以每当他跟我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都觉得嗯 他很庆幸当初他抵住这一份压力啊 没有去抽这份这个电子烟 不然他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的后果 所以我从这边也看到 其实孩子是有能力啊 判断是非的 我不需要试试这么样的操心 嗯 那么我在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跟我自己 改正了一些说话的语气 这些之后 我注意孩子嗯 他们每次元堂当中背后所要表达的 嗯 意思是什么 每次他有情绪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要控制的是嗯 看待我的内心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常常啊 啊 反省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我一定是我有情绪 外面才会有情绪 所以我就嗯 反内 我观察我自己 我观察我自己 我观察了我自己之后 我再去处理我孩子的情绪 我很多时候都很好的能够啊 很快的把外面的事情给解决掉了 嗯 这个就是嗯 学生的一些学生的一些学习心得 嗯 谢谢如果有说错 请大家啊 十倍之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换好 王老师喔 阿弥陀佛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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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法师说 理得心安 所以听经文法重要 我们不明理的时候 会有很多担忧 进而表达爱 确实是希望为对方好 但是自己的心的状态不好 那些动作反而造成家人的 反感甚至误会 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 刚刚这翁老师说 首先观察自己的内心 这一报会随着这颗心 这颗心是正报转 而且越近的人 彼此会互相影响 对方有情绪的 你不动 慢慢他情绪下来了 他就被你正向的影响了 甚至也会不好意思给你致歉 那当然家人之间 像有一位 德国同修 他就说到了 他说上一次课程 有提到 你可能觉得 这个 家里的人 我也没有说什么 才那一两句话 这两句话也没啥问题 怎么他大发雷霆 那有可能 那一两句话只是 倒火线 比方说 他只是给丈夫说 你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稍微整理 不要占那么多空间 一下先生 啪发鼻子 他也搞不清楚啥事 后来他一想 对 这个是倒火线 因为这一段时间 可能先生工作压力非常大 我们没有去理解到 没有去关心到 没有去体恤到 一下子又嫌他这个 他一下那个压力就 啪就出来了 我觉得他这个反思不简单 那是真正向道 把自己的情绪先放下来 去分析事情 有时候真的 离我们最近的人 我们都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心 那时间久了 他们会有一种情绪 不被理解的情绪 要抒发出来 那当我们家长都能理解孩子 孩子也更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我们 就跟孩子能够交心 那当然这个翁老师 他的孩子能够抵御同学 给他的这些引诱 那这个应该离不开 他从小教他的孩子传统文化 这绝对离不开的 但我们交给孩子传统文化了 我们也要在这个缘当中 能够做得更适中 过了 孩子很善良 传统文化是很好 但是 但是 不过 我们只要听到家里人说 但是 这个耳朵要束 可能在提醒我们学的过程 还没有学的适中 没有学的中道 不能 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了 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精进 检讨 还做得可能不到位的地方 我们可能还有点强势 不够裸软 不能爱你没商量 好 那 刚刚这个翁老师提到的 也是透出了 从小 学弟子规 学礼的重要 才可以不随波逐流 好 我们 台湾 陈香华老师 这我们是地主 我们也得不要不要罚 来 有请 老师好 几位老师好 没有地主 只是想说 因为我们跟那个外面的人 就是有一些理智的约束 然后 其实会戴面具 自己这样觉得 那我们可能自己就觉得说 我可能对别人都很 工作的不错 我修行可能不错 可是其实 跟亲人在一起 其实才是真实的自己 亲人每天 反映给我们的 就是在检验我们那个 那个修行我们到位 以上 如果不合适 请那个 指教 谢谢 谢谢 陈老师 他是提到 对外面的人 可能这个约束力比较大 那 他也提到 我们比较真实的修学状况 跟家里人相处 所以 格言别录里面讲 近处不能感动 为有人及原则 能静取辟 你看 儒家教我们都是 由静而远 由清而疏 这个比较符合人情 符合 真实 那 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因 其实就是观心为要 观照我们的心 因为 情绪是行为 因是什么 心一偏才会有那个行为出来 那亲 有时候 就容易随便 随便 就会放纵自己的 情绪啊 习惯啊 所以为什么连 最轻的 父子之间 要守礼啊 还有 夫妻之间 那更 更是 在一个房间里了 不能没有理由 不能最后会 会冲突了 所以你看古人 看这些事啊 看得很深入哦 为什么老和尚说 我们老祖先通达人情事理啊 就是明白人心 他 胜于死 方为度鉴 夫妻相处要什么 也要守礼哦 你不守礼啦 那么清静哦 一定 你不尊重对方了 那可能结婚三天 那就可能就吵起来 所以古代有举案其美啊 越清静的关系啊 这个礼还是要到哦 不能因为清啊 就随便不尊重了 再来呢 越清啊 容易把对方的付出啊 视为理所当然 那应该的咯 今天 太太没煮饭了 你今天怎么搞啊 怎么没煮饭了 没有先体恤一下 是不是太太太累了 那就是 没有念恩的行啦 视为理所当然啦 自己就容易啊 要求 起情绪啦 哦 所以我们应该是越清的人呢 都要念着对方的恩呢 这样就会 关系越来越厚 亲密 而不是啊 会有宗族啦 所以古人这个五轮当中所理啊 这个是有智慧的教导啦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